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鍾嘉惠為您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中共的遼寧號航母編隊南下西太平洋 動態一直受到密切監視 26號上午 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的周圍非常熱鬧 最新衛星圖片顯示 美軍白克級阿里伯克克拉斯驅逐艦 及提康德羅加級 提康德羅加克拉斯巡洋艦 當日在台灣東部海域 石緩島以南200公里處 與中共遼寧號保持航行距離近10公里 持續在遼寧號周邊隨航監控 27號早晨 美軍再出動RC-135W電徵機 自衝城起飛後 經台灣東部轉往巴士海峽 並進入西南海域 一旁還有KC-135T加油機 伴飛支援 與海面上的美國驅逐艦 共同監控航行接近宮古水域的遼寧號 之前的一天 追蹤公開船艦動態的推特帳號 Ocean-1在26號發布 遼寧號航母編隊 與美軍的衛星定位即時照片 遼寧號航母戰鬥群附近 有距054A導彈護航艦黃剛號 052D導彈驅逐艦成都號和太原號 055型飛彈驅逐艦南昌艦 以及負責補給的901級綜合補給艦 而美軍白黑級驅逐艦則混入遼寧號航母 護衛艦群之中 插隊在901型綜合補給艦之前 緊緊緊在遼寧號航母戰鬥群後方 而901型綜合補給艦則被掉落在隊伍的最後方 就快跟不上前方船艦 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庭在27號分析 這樣顯示中共的海上境界範圍有疏漏 美軍驅逐艦馬斯廷號的垂直發射系統 艦頭艦尾加起來高達144個 遼寧號航母根本無法承受這種重量級的攻擊 專家學者認為美軍藉此展現絕對優勢 以安定區域盟友的軍心 以報導不受中共審查的真實新聞而聞名的《大紀元時報》 在4月12日香港印刷廠被歷途大事破壞之後 4月26日下午香港《大紀元》記者梁珍遭不明男子跟蹤 兩天前也有另一名可疑男子到他家敲門滋擾 梁珍表示他26日去一間黃店 即支持民主運動的商店做採訪 從港鐵太子站出來 一個戴帽塞著耳機的中年男子一路尾除他 梁珍感覺他形跡可疑 於是在附近繞了幾個圈 梁珍說他似乎知道我的目標是這間黃店 我繞了一個圈 他看不到我的時候 於是就向那間黃店走 梁珍用手機一邊錄影 一邊走上前質問對方 你不認識我 為什麼一直跟蹤我到這裡 梁珍問你是不是大公報記者 這名男子這個時候突然跑起來 梁珍一邊追趕一邊叫 你是不是大公報記者 男子迅速逃跑 梁珍說這名男子顯然作賊心虛 如果真是我冤枉了他 他可以澄清為什麼要走 中聯辦旗下媒體大公報 近日刊登文章 攻擊大紀元和法輪功 梁珍說大公報是中共的喉舌 作為媒體同業 竟然要求取締《蘋果日報》 那完全看得出 它是中共的特務機構 它的所謂記者 全部是中共的特務 梁珍不僅被跟蹤 在24號 還有一名可疑男子 來到梁珍家裡的住宅 聲稱送外賣 大廈保安看到他刑跡可疑 要求他登記身份證 這名男子上樓敲門對梁珍說 外國朋友托他送來很大的東西 又說放在樓下 梁珍回應說不認識這個外國朋友 並問他是什麼人 以及朋友的電話號碼 送什麼東西 這名男子知不已對 前言不答後語 梁珍質問他是不是中共特務 這名男子離開的時候 梁珍出去拍他的照片 並沒有看到他帶來的所謂大的東西 梁珍認為此人上門的目的 是證明他住在這裡 所以我就覺得 中共在這裡恐嚇我 已經被他們釘上了 他們知道我的住址 這是非常邪惡的手法 梁珍說 我們沒有做壞事 就是堅持報導真相 為什麼花這麼多氣力跟蹤我們呢 梁珍希望外界關注 法輪功學員的安全 他也希望中共幫兇 不要再做壞事 最近襲擊法輪功真相點的8名惡徒 也被警方逮捕 誰都看到 為共產黨賣命 沒有好下場 美國網關專家 The Gateway Pundit 報導 自4月25日 阿里桑拿州參議院 針對民主黨想利用法律 阻止對2020大選選票審計 發起動議之後 州長任命的法官 加入審計法律戰 原法官傅里因為利益衝突迴避 雙方現在需要10天的時間 向法官描述 他們認為應該發生的情況 新法官丹紐·馬丁 Daniel Martin 被分配到州參議院審計挑戰動議 新法官丹紐·馬丁 由前民主黨州長 詹尼特任命 阿里桑拿參議院和民主黨 有10天時間告知法官 他們認為接下來應該發生什麼 與此同時 審計工作繼續 川普總統發出兩條聲明 贊揚專注審計選票的愛國者 譴責州長杜西 Duck Ducey 不為那些參加審計的人員提供安全保障 川普總統在聲明中說 阿里桑拿州州長杜格杜西 是美國最差的州長之一 也是美國第二差的共和黨州長 他拒絕為美國愛國者提供安全 阿里桑拿前州務卿 坎博奈特 Kent Bennett說 法醫式審查機器 自從上星期五就開始審查選票 法醫式圖像和數據已經開始被採集 開始使用其他機器 而不是多貓利重新計票 手工計票也在進行當中 第一天很晚 星期六已經有很大改進 星期一開始平穩運轉 星期六Gateway Pundit報導了 使用紫外線機器來探測選票的真假 有分析認為 選票審計能夠引起全美國人 更大的關注和共鳴 是因為經過拜登執政100天的很多政策 引起民眾極大的不滿 各州為了自保所造成的局面 美國人口普查局 4月26日公布了 2020年人口普查的首批數據 調查顯示 全美人口總數達到了3.31億人 這些第一波數據帶來的四大看點 也為人口學家和政治觀察家 帶來了不少驚喜 第一點是 陽光大戰勝了鐵壽大 一個世紀以來 陽光大和西部州一直在擴大人口 而東北部和鐵壽大州的人口數量 卻在下降 202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 證實這個趨勢仍在嚴重 即將在國會失去一個眾議員席位的7個州 有6個州 紐約州 俄去俄州 賓夕凡尼亞州等 都位於鐵壽大 而即將獲得席位的6個州中 卻有4個州 德薩斯州 科羅拉多州 北卡羅來納州 和佛羅里達州 都在陽光地帶 德州由於新增400萬居民 增加了該州的選舉人票數 獲得2個國會眾議院席位 人口統計學家說 從加州等其他州搬來的人口 在增長中佔了很大的比重 這個全國第二大人口的大州 現在將有38名國會代表 僅次於加州 第二 紐約州失去一個席位 第三 加州中記了連續增加席位的記錄 加州人口在過去10年中增長了6.1% 落後於全美平均水平 更不到倫州、內華達州 以及德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的一半 第四 西部州正在澎湃發展 加州人搬離開加州之後 並沒有走遠 西部州中有5個州 愛達河州、內華達州、猶他州等 在過去10年的人口 都增長了10%以上 西海岸其他州的情況也不錯 這次人口普查結果 將決定各州 根據它的人口比重 能獲得的國會席位和選舉人票 天空中央上演結合超級月亮和血月的天文奇觀 《超級血月》 血月是在血全息發生時 月球完全被地球陰影遮擋 而太陽光曝中的紅色光 最容易穿過地球大氣層而產生折射 並照在月球上 令它呈現暗紅色 也就是月傳色 而超級月亮 是指月球在滿月時到達近地點 這個時候它看起來比平時大14% 亮度則增30% 多國的氣象局和天文學家表示 5月26日這次月傳色 剛剛遇上月球來到近地點 又是今年的最大滿月 月盤比平時的滿月還會顯得更大更光亮 到時月亮張情生瘦紅色 這次月傳色在大洋洲、北美、南美 和東亞等地區都可以看到 新西蘭還可以看到月傳色的整個過程 而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可以看到月亮大食而出 在東西方不少語言裡 都有關於血月的說法 大多如是住不祥之兆 天下要出大事 當月食過半時 月亮缺了一塊的樣子 古代中國人稱作天龍吞月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